台灣是不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 大家好我是Paul 週五到週五一問一起讀 這邊是一個外國人寫的 那他很明顯是住在台灣 那我先讀一下他的標題給你聽 Does anyone else feel like Taiwan is a shelter from the oppressive gentrified economic crab taken over your home country 你必須要稍微消化一下他的標題 所以有沒有任何其他人覺得台灣像是一個這樣的地方 Does anyone else feel like 感覺像 像什麼東西呢 台灣呢是一個shelter shelter其實有類似避難所啦 就是居住的遮風擋雨的地方或之類的 其實就叫做shelter 這個概念是很基本的 就像我們講說馬斯洛的五個階層的需求 那我們需要shelter其中一個 所以覺得台灣是不是像是一個shelter 那我看來就是一個 與世隔絕的概念 因為他接下來說的是這是一個shelter from什麼東西 所以其他地方有這些不好的東西 而台灣是你可以shelter的地方 那其他地方不好的是什麼呢 這個oppressive gentrified economic crab 所以他的名詞是crap 前面加了三個形容詞 所以這三個形容詞包括了oppressive oppressive就是 就是像例如說政治上的打壓就叫做一個oppressive的regime 所以oppressive就是有一個用一個強勢壓倒你的那種概念 所以他覺得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是很oppressive的 以及是gentrified 這個詞不好理解我們稍微多說一下下 這個gentrified的意思大概是你想像一下都根 都根就是一種把一個老舊的地方 gentrification是他的名詞 gentrified是動詞 so you can gentrified a dilapidated neighborhood之類的 那像我現在住在萬華西門町這邊 就有很多舊建築物這些的 那如果今天蓋了一個新的什麼建築物 然後旁邊周邊多帶起了一些新的店舖之類的 我們就會說這個neighborhood被gentrified了 中文好像把它翻譯成中產階級化 OK 所以這個oppressive的gentrified的一個經濟上的crap 所以世界各地都有這一種 oppressive gentrified economic crab 他為什麼說oppressive 因為這一定是政府的政策 就政府想要這個地方起來 然後就 允許建商來這邊都根啦或之類的啦 然後然後因為都根的關係 我好像在重複我剛剛講過的話 一些商家店鋪新開的就進來啊 我們就會說這個neighborhood被 煥然一新了 像我曾經舉過一個例子 有一個美國的那種我記得是Amazon 他們旗下的一個已經算是就被他併購去的一個 這個grocery store grocery chain 叫做 Whole Foods 那只要開了一間 Whole Foods 你就會覺得這個整個neighborhood都被gentrified 因為這個grocery chain是 比較貴的比較高檔的這樣子 OK 好所以 世界各地都有這一種crap 那這個crap呢 他後面補充一下 taking over your home country 所以你來自的地方 現在有這麼一種gentrification正在發生 而台灣就像一個shelter一樣 你可以躲開那些躲來台灣 因為台灣 沒有 OK 所以這到底是包還扁台灣 就看你怎麼去理解他了 那我自己曾經在南部住過 像我像人舞啊 那種高雄的小地方 我真的就是你在那些neighborhood開來開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會覺得 這個地方大概40年前就長這樣 那你能夠 你能夠去 猜測這個地方 以前的樣貌 因為他現在 還是這個樣子 那你然後你會有一種預感 在20年以後這個地方還是長這個樣子 就 就不會動 所以我曾經在高雄住過 那在高雄住過這段時間裡面 我就深深的感受到 高雄跟世界是 脫軌的 尤其小地方 大地方不見得 因為像我記得那時候是 已經是城局在位的時候 就一些都市的更新啊什麼幹嘛的 更不要說好像聽說謝長廳把那個 愛河給治好了這條河 所以 就 大的地方是 的確有 Gentrification 可是小地方 真的沒有 好我講了半天 我想要讀一下他裡面的內文 就是 所以他這個人是看到了 ASK Reddit這一個thread 他說的是 What was loved by poor people until rich people ruined it 所以有什麼東西是窮人喜歡 直到 有錢的人把他給毀掉了 所以你看有錢的人來這邊蓋個什麼東西 然後就把 Poor people的 Old neighborhood 給搞爛掉 所以我剛講的是 例如說什麼 有些建築物像我剛說比喻說萬華 可是萬華當地也有很多小店鋪 那種可能是開了很多年了 然後 然後 就他能夠屹立不搖 就是因為 大家的neighborhood很挺他這樣子 可是我今天 像例如說雜貨店 幹嘛店之類的 那如果今天開了一個grocery chain 在你隔壁的話 你是不是大概就被逼著倒店 很有可能 對不對 好所以他說的是 他接下來就是 I found myself thinking I don't have that problem here in response to about half of the comments 所以他覺得他 老故鄉是沒有的這樣子 OK 好然後 反正這邊就有講到 像美國的狀態就是 I also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going broke from most health conditions or my kids going broke from student loans 不用擔心 只要你住在台灣 就你發生什麼健康問題 你會 破產 那你的小孩 不會因為學代而破產 所以至少在台灣這是一個 還不錯的地方 OK 所以他甚至說了 I have having a decent place to live on a modest budget while working reasonable hours 這句又被人家下面有攻擊 所以他認為在台灣是 你有一個很不錯的地方可以住 你只要有一個不錯OK的預算 A decent place to live on a modest budget 然後還有 Working reasonable hours 這句會是被人家笑 因為台灣沒有reasonable working hours Anyway 好所以 下面就開始回答了 所以這裡可以稍微說一下下 所以 第一個他說台灣並不是 Taiwan is not a shelter from gentrified oppressive crap 所以他說台北例如說 就非常的 gentrified 這個大概我相對來說同意的 在有些區域 並不是全部 所以他說 My neighborhood in Taipei is so gentrified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don't like about it 所以這是其他不喜歡的其中之一 Small shops can't survive Even though new ones keep trying But the shop rentals just turn over and over every year 所以他說這個租金很貴啊之類的 所以很多的小店根本撐不起來 雖然說小店一直開一直開 可是也一直到一直到這樣子 OK 然後下面也說了 What used to be five restaurants turns into five art galleries or designer shops or plastic surgeon or something that's not useful on a general daily basis to people that walk and live in the neighborhood 這句話 也蠻同意的 所以曾經本來是五個餐廳 後來變成了五個藝廊 或者是一些那種 就一些什麼 Designer shops 就像一些什麼高檔的那種精品店啊或之類的 或甚至就變成plastic surgeon 就這個 這中文叫什麼 E-mail啦 OK 或者反正就是一些 並不是你日常能夠每天用到的東西 餐廳可以每天吃對不對 但是變成了這些東西就不行了 So something that's not useful on a general daily basis 對於這些住在附近的人來說 So to people that walk and live in the neighborhood 好然後 我覺得 更有趣的大概是 往下有一個comment 我特別帶大家 最後看著一個 他說 他說 他的home country其實有下面 很棒的這些各種各種優點 他總共列了6點 OK 而且都寫很長 所以 他先說了 這6點都是他的國家其實很好 好過台灣的地方 但是他卻選擇住在台灣 因為以下5點 而且這5點寫得相當簡短 然後就讓人家很好奇你的home country到底是哪裡 然後有這麼多好地方你不要 卻來台灣選了這5點 而且這5點我看來其實沒什麼 但對他來說就是超級重要 而且他這個home country到底是什麼 我們等一下來揭曉 所以先看一下他說的這6點是什麼 第一個 has equally good health care 我們就看大綱就是 所以他的home country也有很棒的健保 fine 第二個 provided me with 6 weeks of paid annual leave and 3 weeks of paid annual sick leave 所以在他的home country他有6週的 年假 這裡的paid annual leave就可以被理解為年假 而且是有付錢的 有薪水的 所以用一個paid在前面當形容詞 還有3個還有3週的paid annual sick leave 所以他總共有3週的這個病假 而且是也是有錢的 那加起來就已經是9週了 9週是 兩個多月的事情 所以他home country很棒 比台灣還好 那在台灣沒有 什麼都沒有 OK好第3點 has housing I can buy 在他的home country是有 他買房子是OK的 他在台灣他已經租了19年的房子 impossible for me to purchase housing fine 第4點 has outer suburbs which stay ungentrified for years 所以在他的home country有一些 比較外圍的 這個suburb就是 這市郊的地方 然後他就不會被gentrified 但是在台北 就是不會 在台北就是 Rental price越來越高 租金越來越高 OK 第5點 has actual reasonable working hours 所以在他的home country 真的才有reasonable的 Working hours 就是工作時速啦 那他 他甚至有說 他已經很習慣了 Taking So I was used to taking a legally mandated 15 minute morning tea break 所以早上有個 喝茶時間15分鐘 a 60 minute lunch break 中午有個60分鐘的午餐時間 and a 15 minute afternoon tea break 下午還有15分鐘的 喝茶時間 所以他在以前這個地方有這麼棒的 而且週末不用工作 這些的 而在台灣屁都沒有 fine這第5點 第6點 has a better income cost of living ratio 所以有一個 收入跟生活支出比的一個比例比較好 OK 那在台灣 比較不好 這樣 所以 台北至少 他說 the cost of living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Taipei but the income I can earn is also much higher 所以 他說其實比台北貴 好 但是他的收入也比台北高很多 Alright 好 那這6點都是他home country很棒的地方 為什麼留在台灣 第1點 I don't need to own or drive a car and my transportation costs are extremely low 在台北 他住台北 我們看得很明顯 所以不用開車不用擁有車 我剛搬到西門町 第1件事把車賣了 真的不需要 我連摩托車都放到快沒電 好這第1點 Utility bills are very low Utility bills大概理解為就是 電費單之類的 電費水費瓦斯這些的 所以這些台灣非常低 所以這是我們跟世界脫軌的地方 這個我也知道 Not sure 第3點 Very high speed internet service 這一點讓我非常的驚訝 所以我們在台灣有非常高速的網路 我不知道什麼是FTTP 比FTTB 但大概不是重點 所以總之反正台灣網路費 很高 網路很高速他很高興 第4點 In terms of crime Taipei is a lot safer than the city and suburbs in which I lived in my home country 就是台北 犯罪率很低 低到不行 真的很多人說像我 必須要講回萬華住的地方 很多人說萬華 什麼治安不好 然後街上遊民很多這些 可是我覺得非常的safe 非常的safe 我有聽過樓下有人在吵架了 但是那又怎樣 跟我無關 我不用擔心我被搶 或幹嘛的 在台灣就是沒有這樣子的 真的就沒有 我們的crime rate 是很低的 第5點 It's a lot cheaper to fly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所以在台灣 你要飛到世界各地 其他地方是便宜很多的 所以他到底住哪裡 所以下面這個人就說 Do you mind disclosing your home location 你能不能 你介不介意 分享一下 你家 你的home country 到底是哪裡 答案是 Australia 所以澳洲人 選擇住台灣 列了6點 澳洲更好的地方 可是他都沒查 台灣更好 這樣子 那就剛那5點 好所以這是一個 我看到的reddit 我覺得很有趣 有興趣的自己可以去找一下 這個不難找 反正你只要找 這一個台灣版 所以reddit本來就有一個台灣版 台灣版裡面 你只要找大概gentrify 或許就找到了 所以再講一次 gentrify這個字 就是類似 把什麼地方給中產階級化的概念 好anyway 到這裡可以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